春季呢,阳气失声,生机萌发,万物形险相容,属阴中之阳的绍阳,春季与肝相应,肝喜调答而恶抑郁,肝气随春而胜,生发而畅达,如养生不道呢,则亦伤肝,所以啊,今天呢,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道能够疏肝解育,疏风清热的代茶饮,帮助你调唱情志, 是茯苓菊花茶,茯苓三克,菊花三克,绿茶一克,茯苓墨冲粉用温水化开,将茯苓汁,菊花,绿茶一起放入杯中,开水冲泡即可,那这道茯苓菊花茶能够清干明目,疏风散热,那对于口干,火旺,目色,眼睛疲劳等有不错的食疗作用,那说到春夏痒痒,春天痒,可以适当的吃一些, 能够生发阳气的食物,如酒菜,菠菜,鸡菜等,春天呢,干气旺,易伤肥,经浙时节呢,要少吃酸性的食物,多吃甜食以养脾胃,好了,今天呢,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,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,